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要高雄更新累 更有技 要原才唯有高雄 高雄不要进步 就要全其迷 全其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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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轻加大为大家行用在我们高雄市内城门 女城门 各位親愛的張生理師 打造我們自己歡迎的感情 好 好 是發言人保障嗎 那你今天好不常喔 那我們安靜啊 本來是在這邊 你們警方不停的詢問我們 到底要幹嘛 警方的事情不停的 這是情傷的 到底是誰的理常 我們今天反而到你PTA了嗎 沒有啊 那我們就走 在哪裡有照 在哪裡 在這裡有照 OKOKOK 好不好 好 好 以前羅巴桑沒有來過飯店 好 阿姨 對啊 我們對於民進黨政府 表達不滿的時候 民進黨政府給我們的意見表達區 好就是在這裡 我們跟他們所在的圓山飯店 中間還隔著 一個國道高速公路 還隔著 美術館 這就是好現在 民進黨政府對待 想要表達意見的人民 他的距離 今天民進黨在 原山飯店召開 他們的拳代會 然後呢 他們為了要表達對於年底選舉的氣勢 所以他們 所有的縣市長候選人 會穿著足球衣進場 趕搭現在的足球熱潮 雖然台灣在世界的足球只有121名 我們看不太到 到底這個政府對於足球有什麼樣的關心 我們其實民進黨裡面就有一個 臥虎長榮的足球隊 待會我們就來告訴大家 這裡面有多少人非常非常的厲害 那我們首先 就先邀請我們這個足球隊的隊長 就是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大家一起來舉起紅牌給隊長好不好 這個蔡英文總統 即將在他的任期裡面 可見的任期裡面 他非常的把握時間 在兩年裡面就兩度修二勞基法 接下來 美國商會還告訴他要第三度修二 指日可待 即將完成三度修二的帽子氣法 對不對 蔡英文帽子氣法 蔡英文帽子氣法 三度修二勞基法 三度修二勞基法 民進黨在修法裡面 有好幾支箭頭 我們那個另外一個 在這次二度修二裡面 功不可沒的 就是我們的賴清德院長 從台南上來的 人稱賴神的賴清德院長 在兩個月的時間裡面 105年的11月8號 行政院版本通過 等一下等一下 那個守門員再等一下 11月8號通過 在106年的1月8號 就立刻進球 把勞基法修二 是我們功不可沒的 第二個箭頭 我們大家一起 對他舉紅牌好不好 賴清德 賴清德 健康人民金學獎 健康人民金學獎 這兩個箭頭 好像彼此之間 還有點心結和矛盾 但是沒關係 他們現在要一起來介紹 這個足球隊裡面 好最功不可沒的 好我們的勞動部 這個勞動部 大家看起來他軟趴趴的 沒錯 他就像是紙糊的一樣 這個勞動部 號稱會嚴格的把關 所有的開放期休衣和工時 結果 在2016 2018年1月份 通過休二之後 一個月不到的時間 就有300萬人 試用這個期休衣 手把試用 原來間隔休息時間的縮短 上個禮拜 還有9個項目 包括新聞記者在內的項目 也開放了七休一試 七休一意外的試用 所以這三個 可以說是 我們這個隊伍的三本柱 大家說對不對 對 這個紫糊的勞動部 不管他叫做林北珠 不管他叫做許明川 他就是像紫糊的一樣 對不對 接下來 在土地的部分 我們也有一個大將 我們隊伍位的李文中 現在就要出場 大家一起 紅牌歡迎他 好不好 這個李文中先生 他非常的喜歡慘人 在足球場上 我們要搶到球 就必須要慘人 但是 民進黨政府 慘人要幹嘛 就是搶土地 搶人民的房子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 慘人李文中 就是我們現在的 退府會主委 在很多的協調 溝通會議上面 告訴我們的人民 什麼 房子不是你們的 土地不是你們的 對不對 對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民進黨政府這個 慘人的狀況 接下來還有兩個 大家可能有一點點遺忘 但是他們在第一次修法 和第二次修法 都扮演著中盤 非常製造公事 非常會幫民進黨創造機會的 兩個重量級人物 柯建民 陳穎 他們兩個人 就號稱台灣的內馬爾科 還有內馬爾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最會假摔 這個 這個 我們的內馬爾科 要到中間一點 你這個 你的鏡頭沒有拍到 內馬爾科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這個 好 就是我們跟我們巴西隊的 內馬爾科 完全一模一樣 他們每次在牢基法修法的時候 硬幹通過牢基法 只要有生育團體抗爭 他們就假摔 假裝受傷 柯建民 好 在2016年的12月5號 假裝在外面被打傷 陳穎還告 絕食200多個小時的抗爭者 說他受傷了 結果 第二天 第三天 要三毒通過的時候 這些人馬上又非常勇猛的站起來 佔據 立法院的主席台 讓法案可以三毒通過 這個伊芬營 還有我們的內馬爾科 絕對是我們民進黨修二的主要戰將 我們現在隊伍趕快集合起來 我們所有人拿起紅牌好不好 好 建大人民 建大人民 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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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大人民 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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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執政之後 各地區從高雄 城區執政的果菜市場 以及南鐵東移 以及高雄的許多的製救會 甚至說其他地區 都成為了民進黨 縣市首長的政績 原來破千是可以做為一種政績 原來破千 可以不顧人民的死活 就執意的要來強拆人民的房子 我們看到今天縣市首長 空談居住正義 卻沒有來正視人民在地的生活的問題 也沒有來重視人民 今天遭受到破千的問題 今天這個民進黨政府 不只是來剝削勞工的勞動果實 更是來剝削這些低廉勞工 用低廉勞動換來一個安居內的地方 沒有地方可以居住 今天蔡英文政府 把兩公約 把土地議題這個東西 當作他裝點門面的工具 卻沒有來正視各地區 這樣子破千的問題 我們希望民進黨 記取國民黨失去民心之後 失去政權的教訓 我們在勞權的議題上面 和土地的議題上面 會不斷的努力下去 大家說對不對 我們奮戰大敵 對不對 踐踏人民 民進黨 out 或是… 民進黨 フィニ丫 willst niños 未來保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